VP是已经2比0领先OG 就是最后这一场呢 不管胜负如何 VP已经是确保了小组第一 是 然后OG的话就是要打那个外卡赛了 是 其实也是OG也是不管输赢都是小组第二了 对 这一把的话两方应该是打得比较轻松的 对 心态上面会放松一点 就是OG你再想努力 赢了也没用了 这个就比较尴尬 结局已定 是的 这一场就当做这个训练赛切磋一下 那么这一局的话 VP来说还是比较认真 不过VP这一局自己扮了冰魂 是 他上面一直是 一直是扮这个海民加上土猫 然后抢冰魂的 那这样的话 VP想之后一局要表演一下 是 不玩冰魂了 玩累了 对 我稳定出现了 我还用最强体系吗 我要练一练阵容了 我要是吧 我阿特斯要叫你打四号位 我要换四号位了 扮了下冰魂 扮了小Y放出海民 OG是第一轮扮水人 扮火乱之源 哦 强海民 强海民 扮土猫强海民 一直还是在真人 还是直对Drax 对 还是真人 然后把Drax的善法 用的小Y给办了 是 这等于说是 打了三场 Drax被关了 这个英雄被关了三场 那就是说为什么 就是你看VP扮人 这么正对四号位 OG为什么非要一半杀王呢 VP这么喜欢扮四号位 你把杀王放出来不就行了吗 让Drax选杀王也还好 是 因为他总会露一个出来 而且他是不选的 OG是非要一半杀王 OG一选冰龙 第二首四号位上面 夜魔是还在的 这个是不错的四号位 我接着四号玩夜魔玩的 不太多 不太多 之前玩这个四号位大胜 他玩的也比较多 但是 对 但是在那个版本之后 大胜被砍不见了 基本上都不玩了 冰龙 冰龙 海民 第二首的话 选了小小 选到了 Notel的小小 小小的话 一般是给Notel用 是的 这个是我们之前也说过 Notel用的比较不错的功能型核心 上去那家海妖呢 其实经济还可以 但是作用的话 不是很明显 酱油的话 现在VP这边可以选 独狗 独狗还在 对 有没有教你玩的这个想法 酱油原来可以选的 还是比较多的 萨尔也在 针对这种 这一局 全能骑士是放出来了 是 所以目前来说 全能骑士这个点 在第一轮是比较值得去抢的 如果VP这一局 还是要认真打 特别想赢的话 应该是选全能的 因为这个点放出来 没有理由不选 对 因为这个 不管是小小 还是说什么其他物理 和在后期 针对这个 全能的这个大招 都不好 就是在散尸不能驱散之后 这个全能骑士就 等于说变相的增强了 对 变相增强 VP这边第二手 还是考虑了一下 只有 只有否决怪事 能够去掉这个 是的 是吧 还有一些天赋 比如说死问 点了天赋的那个风暴之锤 风暴之锤 然后提到那个被动 有一些天赋 或者技能可以 VP这手还在想 海明的话应该是四号位 对 之前这个 果然是独狗 教你玩吧 反正是最后一把了 也是百大英雄 可以先手 可以反手 而且他比较克小小 小小 能够救人 是个近战英雄 很判斗的 这个大招 对 而且他也是 针对一些三号位英雄 比如说类似于这样的 军团这种 军团你看 决斗人 他可以关 他可以关 蝙蝠拉人 我也可以关 对 他是个挺强的反手 冰龙大人的话 他能关得到吗 那个距离好像是可以 他就进去了 可能 他就进去了 这边 OG是扮了手 虚空假面 我觉得VP这个阵容 配虚空 不是特别好吧 我觉得VP这个阵容 配露娜挺强的呀 他没有扮露娜 扮了个虚空 配露娜 配TB都很不错 对 配虚空 虚空一般是 配一些 法系AOE是用的 反正虚空跟 毒狗海明是不配 他可能后面 会配套 有虚空的阵容 还有可能 就是自己这边 OG可能要选一些 怕虚空的 怕虚空的 VP扮人极快 扮了全能加发条 OG再扮一个 死亡先知 我觉得VP这局 很有可能是露娜 这个组合 他们非常喜欢用 露娜也是 Ramitys的招牌英雄 露娜 TB都还不错 而且露娜 她是一个 误法兼修的英雄 她也不是很怕 大冰龙 冰龙放这个冰箱 我还可以用月光 和月时来打伤害 这手的话 OG应该是 补四号位 四号位 夜魔 大鱼 大牛 大牛还在吗 对 大牛还在 不过大牛 跟冰龙组合呢 可能就 前中期弱了一点 赏金 赏金 大信息 这局OG 是要打杆克勒 要跟你对着杆 要打了 对 反正我也第二了 是吧 反正我也第二了 放开手脚 是 最起码我要证明一下 我在打架上不怕你 是的 好像说的我就会防守一样 对 我也是会进攻的 选了个赏金 VP这边 三合 土爆发 哇 来了 最后一把 我之前看 那个 那个守夜局 看的比较多 None在那个 欧服的守夜局里面 挺爱玩中单屠夫的 一个None 一个Midone 这两个选手 都比较喜欢玩屠夫 Midone是可以理解 东南亚那边 好玩这种 逆行是比较多的 比较 比较喜欢搞 None就是证明自己 我什么都会 是 他之前我还印象比较深 是打一盘比赛 对方选了一个Tinker 他选了一个中单天怒法师 把Tinker打爆了 帕克 OG是选帕克 OG这个选人还是比较 比较常规 对 比较常规 招牌英雄 但是这个屠夫 屠夫的位置目前还不好说 也有可能是个三号位 打三号位 他可能是个四号位屠夫 然后让海民去打三 三号位海民 对吧 因为之前这个 也是在我们国内打过 这些这个三兵 对 他这个海民是非常厉害的 对 海民是可以打三的 他的海民和发布机都算是绝火 看选人就知道了 第四手 还是要看选什么吧 这个徒步选出来之后 我突然不知道他后面会怎么搭了 是的 不好读了是吧 对 不太好说了 但是还是要补一个物理核心 你肯定是要补一个 美杜杀 美杜杀 这VP怎么选了个美杜杀呢 本来以为他这就要跟对面对打了 是 结果突然来了个这么稳的核心 是 画风一转是吧 你我也不光会进攻 我还会防守 这样的 最后 OG办了龙骑士 他读这个屠夫是四 海民是三了 对 只能这么读了 因为你屠夫去打三是不合适的 对 这个英雄是打不了三的 海民是可以打三的 因为这个 一技能 可以是 所以说这一局VP是 是Lio想玩一下 玩一玩屠夫 别的人还是常常打 最后OG是留了一个 Resolution的核心位英雄 之前那个东南亚战队 解散了那个Faceless Faceless 对 他那个对布莱克喜欢玩屠夫 还有印象吗 一号被屠夫 对 一号被屠夫还是一个 而且打的那一段时间好 他那个屠夫的 一直被绊 对 胜率很高 胜率很高 他那个还比较少见 他那个真的比较少见 是 是在比赛中喜欢屠夫 被针对 还不太好 被针对的一个 一个战队 扮黑鸟 因为黑鸟是很克制美兜杀的 直接扮黑鸟 那还真是个中单屠夫 那这样的话 大哥美兜杀了 是的 我这个 这个路子是吧 也啊 也到一定程度了 不过这样也比较好看 对吧 是 天鹏连赛这个赛制 也是跟我们带来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比赛 但是如果说这个 屠夫没带起节奏 中路崩了 那这个美兜杀能抓的 很可怕了 单和呀 是 这样选人 我在想啊 有没有可能是中单独狗 或者中单萨尔什么的 中单萨尔有可能 中单独狗的话 中单独狗其实挺厉害的 他就是主飘独 我之前打那个快速模式的时候 我跟一个职业选手打 然后他就是玩了盘中单独狗 把队面打爆了 那你的对手可能不是职业 是的 我的意思就是独狗 只有一套天赋 看分人 帕莎的独狗 三号位独狗 也接近于中单独狗了 这是个核心独狗嘛 对吧 最后OG给Resolution选了个电狗 这一盘双方的选人很有意思 天马行空 是 VP是RAMGIS的美杜莎 NO1的屠夫 然后是 帕莎的三号位独狗 LIO的海明和Artstyle的SAR 这把非常好看了 前期应该是直接就开始打架了 对 包括这边OG选的英雄 酱油赏金是吧 三号位的帕克 这都是前中期声音非常大的英雄 OG算是一个打架四宝一 两个进攻点 小小帕克 加上一个赏金猎人的标记 然后保Resolution一个大核电狗 非常的有意思 VP这边的选择 实在是没有想到 他怎么会选择一个中单屠夫 三号位的独狗 对 这个没有想到 是三号位独狗 独狗这个版本 他有一套天赋 是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强的输出点的 他后期的话 应该是0.5秒一次飘毒 对 所以伤害是很高 而且独狗大后期 有一个7.5秒关 这个也是一个进可攻退合手的技能 可以废对方一个人 也可以让自己的人躲很长时间 所以这个 独狗的英雄点出来 一般都是配一些像Luna TV这种幻想推进 非常厉害的英雄 就是一般都是独狗来辅助 然后配大哥 让大哥更厉害 然后这局的话 独狗是核心 那么讲道理应该就是 他自己要出一些装备 打一些输出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局VP的表演 好吧 还是没能看到你说的这个中单独狗 以后可能有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BOE 当时选了屠夫 我就感觉 啥意思 啥意思呢 圣诞节了 种棵圣诞树 开心 这在家里前逛一套技能 不放白不放 走出去技能CD反正是好的 种一棵快乐的小树 这意思是VP搞了个什么仪式吗 圣诞会提前了 对吧 这很像是一个仪式啊 围着一棵树转了好几圈 嗯 party型比赛 四号位的赏金 哎呀 OG这个 不管是选人还是这个出门 都是比较正常的 对 然后VP这样的队伍比较少 是 然后OG这也一眼懵逼着 人都去哪 对 哪都见不到人 人在家里开了个party 大哥美毒杀中单屠夫 中单屠夫对阵这边的中单 小小应该是 没有中单 中单电狗 对 这样的话 呃 对线的话应该是电狗优吧 应该是互相发 电狗也不好压人 但是屠夫应该是干扰不了 这边电狗的补刀的 要看勾 他勾得准的话 能杀 他能杀电狗的 因为中路的兵线比较接近 所以电狗这个乱流 很难起到作用 OG这边是抢了颗服 诶 这边关一下 然后想人肉卡位 卡住了 十字围攻 很漂亮 但是他又是吃了颗树走出来 是 再追着点一波 伤害还够不够 这边 有下一个技能兵片 漂亮 有没有反杀一个 这边有没有下一手关 能救一下自己 诶呦 毒球减速了 这很烦 赏金跟不上 赏金确实跟不上 诶 这边要反杀感觉 马上有关了 有隐身 有真言 对 你隐身我就不杀你了 站好位置没站好 再给个兵片再封住 漂亮 能用这种打出这种效果的可以 也就是被拼 也就是被拼 也不够 诶 这边下路也杀人了 萨尔这边是单挂帕克 直接把帕克挂死了 单杀 萨尔单杀帕克 感觉欧奇被打得有点头晕了 选了个蛇皮这种 把自己打成蛇皮 对 这边一个先手的山崩 丢过来 丢过来 但是有关的 伤害不够 虎赖来晚了呀 嗯 生路这边 哎呦 瑞射尔有危险 这边冰片 很难受 毒不减速 勾还没交 这个瑞尔尔 吃掉死了 4比0开局 4比0开局 VP有没有想到这个开局呢 VP想没想到不知道 反正我们可能是没想到 是 OG肯定也没想到 哦对 勾出的也挺俗意的 还是要出平的 蓝比较多 之前我看 Mind1的屠夫中路 应该就是裸大骨灰 因为他的中单屠夫嘛 所以等级会比较高 钱也比较多 大骨灰出的很早 大骨灰出的早呢 其实进攻性非常强 这边上路有危险 上路这边的毒狗 已经残血了 是 屠夫之前也是中单 对他最早 有过当中单的时候 之前登帝也玩过中单屠夫嘛 中单屠夫的打法呢 主要还是看勾的准确率 勾的准中单屠夫就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中单屠夫好像很针对SF 对中单屠夫打SF特别好 他打很多英雄都是 像电狗其实跟影魔差不多 只要被勾中就死 没有什么逃生技能 因为这个屠夫的英雄 初始攻击力非常高 对 在配合上是腐烂 配合补刀 一套伤害是很高的 是 本身又比较脆 之前 比上又比较肉 之前屠夫的一个顶剩 应该就是Ti3的时候 泉水勾 哪位泉水勾 是 陈家屠夫的一个配合 把豪的神装飞机 带盾勾进去 死两次 直接心都凉了 那一次 其实 很肥 同肤很肥 对 要赢了 就吃一手泉水勾 哪位在这种关键 就敢于选这个阵容 确实也是胆子比较大 被冠上了斜角的称号 对 跟这一局不一样 这一局VP它是 这边都能走掉吗 它是也走了 对 VP它这是稳赢了 所以最后一句玩一下 哪位那个是生死局用 用全水勾 小小的补刀 还是 很舒服的 攻击力比较高 他刀也能补得比较多 对 又来了 又来了 一个封路 并片封住 屠夫跟上 Resolution 再死 诶 神灵之果 还是要死 屠夫加速 但是屠夫有加速 没办法 神灵之果是屠夫控加速 屠夫没看到吗 他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加速 没准还真的跑了 对 没加速的话是不好杀 屠夫运来瓶子 赏金的杀鸡 然后这个瓶就没运 是看到了吗 天灰军团一个扫描 哇 这个 我的天 这个扫描用的真的是 感觉No One上一盘也是啊 他上一盘玩Tinker也是 两波扫描全扫到人了 对于对方 盲勾吗 眼睛眼 兵片封住 让位置 走你 漂亮 雪球一个短定位 真的漂亮 而且他害怕这边 夜眼方是有这个视野去偷鸡 他故意S了好多下 去骗这个场景的走位 感觉VP的这套这种 反而是激发出了VP的潜能啊 他比常规阵容还厉害 因为OD也没有想到 这样的阵容去怎么应对 对 没打过 什么情况 下落这边美毒莎的补刀 还是非常高的 对 双方大哥都比较肥 除了双方大哥之外 这个其他人的这个补刀就比较难看了 不过屠夫这边是一直在杀人 这补刀比较低 屠夫这局应该是要出魂戒的 照他这个出魂戒的话 蓝肯定跟不上 他这样出魔瓶 加个魂戒组合还不错 那这样的话出魂戒的话 可能就是 这个绿血了是吧 还是中单的话是做相位 都可以 下落赏金是偷了一个萨尔 帕克残血 这边帕克拨走 美毒莎的话 没拨走吧 海明想过来截一下帕克 但是应该也截不到 帕克这边还能吃个福 很舒服 独狗上路混的还不错吧 没死就不错了 这个英雄混 倒是没什么 这个毕竟是个非常规范 哎呦冰雪封路 封住了 S两下 S三下 一勾勾到 近身 粘住 冰龙过来救 雪球带人 打一个伤害 再粘住 带走 千针之火 自杀 漂亮 正受到攻击 瑞森路圣 线上被连杀三次 崩了 真的很伤 独狗这个英雄 本身就是个发育周期很长的英雄 需要点金手 啊 电狗 然后他这局线上 还这么不顺 是 发育周期更长 这样会进入个恶性循环 很需要点金手 这边赏金找到了一个萨尔 嗯 冰龙往这边走 有没有 没有异技能 逼走一个 帕克也在 有波 有机会 波一下 波到了 再接复工 在这边有生弹 点生弹 哎呦 杀个枪有好费劲啊 还要杀 拿鸡在勾引 这个鸡在这干嘛 美苏莎来了 美苏莎来了 一个C 但是还是被杀了 鸡这边有危险 这边赌狗的一本 TP想留人 给了一层飘毒 再加普通 应该是被带走了 还差一下点 点一下 点死 远程消耗 小小知道自己很肥 但是帮不上忙 有力气发不出来 很难受 哎呦 要单杀吗 一个T 这个冰片 他为什么不放VT呢 刚才直接 是啊 其实能杀 但他好像有点不自信 怕杀不掉 对 刚直接VT的话 感觉是有机会 哪怕被冰片封住 他可以抓一颗 再丢他一下 对吧 这个N1的细节 是真的好 反补之后用 普烂去护兵 嗯 鞋平魂技 马上6级 这电狗 非常危险 对啊 6级了 卡个等级差 来一勾吧 先走个高坡 再走下去 想直接咬吗 没着急 上路这边 被弹杀了 被弹杀 逃过被弹杀的秘密 不过死前买出了个秘法鞋 你举人看一眼 天灰上塔 正受了攻击 闪电来了 这屠夫还蛮肉的 咬住 正式咬住赏金 吸血 哎呦漂亮 我的天 这个伤害 这个血量 大魔棒一吃 还有魔瓶 海明救一下 救一下 带过来 但应该还是要死 想自杀 被点死了 啊 毕业这波普攻 还是点得很精致 是 那我们看一下 全场的经济情况的话 小小第一 屠夫第三 还不错 还可以 对 全电狗的经济 也还可以 对 刚杀了屠夫一次 很关键 没想象中那么蹦 那电狗这个英雄 依旧是很需要 前期对线的一个优势 对 需要赶紧去补这个点击手发育 他优势了以后呢 成型快就有压制力 他如果成型慢的话 就不厉害了 是 有点像这个炼金 对 需要打这个装备压制 上路 直接被捏死了 被毒狗单杀了呀 这波是 毒狗是五级 三级飘毒 这被单杀不太应该呀 应该是能抬要他低过毒狗的伤害量 这个毒狗的血量 他如果不TP的话 他是不是能A死这个毒狗 感觉A下A不死 他就是当时感觉毒狗死不掉 我TP应该我也死不掉 然后TP 结果被暴死了 狭路相同勇者胜 一瞬间送 他TP那个时间应该能A两下吧 但毒狗不会让你站着A的呀 而且毒狗他边回头边给你飘毒 对吧 可能自己被玩死了 他这把 他这个TP是想防止自己被袖死 结果被暴死 位置被发现了吗 应该被发现了 赏金放的真眼 海明在找人 一个go 哎呦漂亮 他变成雪球让开位置 是 这个小沟通小细节 做的是和C上的到位 对 这两兄弟打的也太好了 这一局 如果没错的话 那个发条是谁的 Lio的 上一局的这个发条 跟Tinker的配合 也是他俩完成的 是吧 对 这就是高手之间的配合呀 激情漫漫 真的是看着太赏心悦目 屠夫已经7级了 而且还没有学被动 这屠夫学机被动 这肉的可怕 瞬间就肉起来了 是 不需要装备 去叠加利 这一局后期 就是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肉装屠夫往前一顶 美猪杀后面 无解输出 是 屠夫现在就是 天梯很多玩法 是出这个 阿托斯 对 定位勾 定住你 我就定点勾 对 这个玩法呢 就比较简单 但是对方出两个 吹月棒就没用了 是 阿托斯还是蛮贵的 放在路人剧中 可能是比较实用 放在学战队中这个沟通比较好的话 出两个推对棒 队友推一下 是的 赏金还想杀鸡 但是依旧可以出我感觉 嗯 这个鸡能不能蹲到 要A两下 但鸡 哇 一下带走了 但是被放了一个真眼 海明是没有粉的 这边好像不太好杀 屠夫在跟 雪球过来 想给个定位 等屠夫能包进来吗 给定位够了 有粉屠夫 一个 我自信出勾 没关系 勾不到有粉 他只能猜一个大概的位置 对 跟赏金 赏金跟机一换一了 好像这一局的话 VP的真眼 只要点到赏金 赏金是必死的 三个真眼 点到赏金赏金都死了 留人能力太强了 二级贴士 冰龙这个位置 危险 死了 13比4 这简直就是吊达这边 嗯 瑞瑟路圣 这边是赏金挡了一勾 这样赏金要死 小小过来 能收一个海明 VT二连 对 我还要打 有咬 咬住 咬住 真身 有勾吗 自杀 还可以 但是有 不会烫不死 差一点 差一点 这独狗还想飘毒飘死这个 想的有点多 独狗的出装 秘法鞋 然后转这个以太之警 以太这个版本出的人比较少 嗯 他有的秘法基本可以无限飘毒 夜眼下他正受到攻击了 他这秘法应该是准备转异态吧 可能这个秘法 第二连伤害不够 关一下飘毒伤害加深有大招 留住再飘毒几层了 再赶紧提皮 被boss过一次 不能再出现同样的情况了 以太之境 2300 夜眼下他正受到攻击了 现在以太之境不增加这个 法伤 法伤之后就 出的人不太多了 不太多了 都会选择汇光那个道具 对 性价比更高一点 这边有皮试的 皮试回来 这两个人速度不是很高啊 有冰箱吗 没雪 没雪冰箱 那冰龙是死了 哎呦 秘书一船打到了帕克帕克上一下 小小过来 能收一个萨尔 小小还是死了 被这边的帕克还是死了 小小也很危险 毒狗也来了 老拳搂起来 秘书一舌弹到最后一下 no tell 这波 哎呦 这波是爷爷过来救葫芦娃 爷爷死了 两个葫芦娃是在前面 碰到对方的boss了 结果 爷爷想过来救一下 结果爷爷也死了 刚刚帕克应该是被海尼的一个 冰片给带走 海尼给包到了 主要是帕克中了美术叉迪跟秘书一舌 是 那个弹到最后那一下是特别疼 帕克的伸板根本遭不住 我这黑客 直接 忙打一套 我这个气势上就看出VP很凶 是的 这边是 这边是 5G 这样的话VP这局是有个美杜莎保底的情况下 还打出了线上的优势 OG这边可以趁赏金6G之后 是多去开悟去做到击杀利用赏金的标记前打下 诶 这边屠夫加上海民发现了这边风暴双雄 RESOLUTION 完了 一个定位屠夫 自信 都不勾吗 都不勾 近身过来 诶 诶 这赏金怎么 踢下来想救人 但是是残血的为什么 他是逃生吧 他要么就是踢的时候被萨尔跟美杜莎给打成残血的 要么就是想跑 过来直接送了屠夫一份大礼 这屠夫很舒服 天上掉了个馅饼 正好砸我嘴里了 这种好事竟然让我遇上了 这游戏是个 这一局有点 有点懵 萨尔有大招 想留帕克 好留吗 有偏视 有机会 但帕克有F 但是这边萨尔应该是没给到雷霆之机 没事业 诶 拼到了 拼到了 帕克F躲掉 F躲掉 有F的帕克还是比较 中路 这边 风暴双雄 找到了海绵 海绵阵亡 但是屠夫跟毒狗有想法 一勾 漂亮 勾到真身 直接咬死 但毒狗是 毒狗是被杀了 OG这波人很多 屠夫这边是先加了 腐烂伤害 没有减这个被动 嗯 啊 这图波要吃人 又吃了一个帕克 这图如果刚刚升到11级 再加一级这个被动的话 瞬间又多点血是吧 是他不一定会死 嗯 经济虽然人头爆发很多 但经济领先其实并没有太多 对 只有这个2000 因为VP除了没有杀之外 别人没怎么刷 小小这边是跳过来 再抽回去 再补山崩 伤害不够啊 萨尔也来了 差了一点 萨尔皮试一下 没蓝了呀 没队上 框了一手 给一个沉默 但是没框住 追不上吗 有标记 有标记 都追不上 不追了 杀萨尔好了 这个好像都有标记 哎呦 还是杀掉了 屠夫出口好自信 他是选择了一个推推棒 然后再补大骨灰 我就看他那个被动加了以后 能加多少血 现在已经是12缸4缸2的附近了 他杀了12个人 是 我的天 他只是没有超神 所以说 哎 这个大屠夫要动一下他 砸粉 顺势咬住冰龙 哎呦 还是被先杀了上街 然后海明跟过来一老拳 咱屠夫这边往回先撤一下 加了被动 实际上选1800 1800 被大住 就要杀屠夫 是 普通被杀 但是美杜杀这边 开了 哎 没配合好啊 独狗失误了 独狗失误了 是的 但是没没问题 还是可以杀 杀这个屠夫 12层力量 1800的血 一级的姿势 是的 丢到赏金脸上 赏金先死 哎 赏金也没有想到 也没有办法 对 屠夫顺势而为 一口咬住 屠夫也不知道 他勾的 应该知道 这个丢的是赏金 呃 要刹萨尔了 VT2连 给标记 带走 漂亮 这样的话 通过赏金的这个标记 加上咬的Gunk 还是打回了不少清记 后期的话 这个小巧加上电狗的 后期能力是也很强的 对 他还是帮电狗 争取了一波发育空间 但是这边上路 海民加上屠夫 又来了 把海民推过去 老拳S A到真身 屠夫往前跟一口咬住 电狗没有控制 没办法 这个好绝望呀 总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对 VP真的节奏好啊 他在这个打架的同时 不忘了照顾对面的电狗 他知道电狗一定要刷钱 上了一下波兵线 抓的这个英雄 还都是这些关键一口 这个勾 反向跳 对 偷了一个对面的海民 再给标记 屠夫被留 这屠夫很肉 拉克拨过来了 哎 没 萨尔是有技能的 人力宽大 宽大小小 每个人放大招 把人赶走 一勾 勾进来 勾过来石化 漂亮 这边 爱斯坡 想拨走 碰了骨灰 魔棒还好 这如果是个大骨灰 可能就死了 对 我推推勾 能玩各种表演 对吧 这个图画就比较好看的 嗯 这赏尼竟然没事骚一下 嗯 但这个骚你可能把这骚死 没有粉吗 对没反应 哈萨这边是把秘法鞋拆成了以太之后 又补了双绿血 还是刚刚我说了 对 还是要拆一下 如果一个这个秘法一个以太的话 有点太浪费了 对 蓝根本是用不光的 是的 这样可能蓝还会被打破 诶 中路 原来是赏金又被发现了 这个位置 一把粉 对 貌似又是一个什么扫描 发现了人 直接是一把粉 嗯 扫描加粉 土夫这边 上路 又来了 想杀帕克难度稍微高了一点 预判错误 给到骨灰 算了 这个阿托斯就很舒服 是的 这毒狗是做了个挑战 走了一个团队转路线吧 这应该叫转笛子 夜眼下塔 一备反补 凯明是要补点睛 帕克这边是已经有跳到的前来 但还没有做 对 这你赶紧做了吧 一会再死一次那就不值了呀 这局其实OG是要往后期打的 他们这个时间是完全打不过的 所以帕克我觉得他在考虑要不要出点击 还是出了 哎呦 勾到一个冰龙 没了 这是盲勾吗 嗯 应该是没什么好的事业 可能就看到了一瞬间直接出勾 Noran出勾是不犹豫的 他即使空勾也无所谓 因为他的装备好 大骨灰了已经 夜眼上塔正受点击 诶 这个帕克 有跳刀 有跳刀 有跳是不好死 大骨灰先给上 跳走 推过来勾 自信 漂亮 海明跟上一老拳带走 非常漂亮 这个技能康宝就非常的舒服 他的推推勾是一点都不犹豫 非常自信 这边垫狗是杀死了一个萨尔 而且是完美的避开对面的冰线 是的 小小这边 过来 帮队友报仇 山崩一下 但是美杜莎在 如果一手关 小小自己很危险中了大招 海明再跟上冰龙放大招救一下 能不能A死毒狗 漂亮 A死一个毒狗 这个冰龙这个回头 自己被石化被点死 冰片没有封到 徒夫没有推推 有勾了 你还晃 这个还有个TP呢 再给大骨灰 哈克沉默了一下 不行 我要跟着徒夫 交流一下 推过来 大招定一手 没勾到 这边有跳到VT二连 丢回塔下 再补一手山崩 屠夫 一打三 不行了 回来一下 美杜莎掩护 屠夫还是阵亡了 感觉VP冲队脸凶 哎 这个能让凶了 对 他没有丢回去 如果跟美杜莎一换一了 海面也没留下 哎呀这波感觉VP送了好多钱啊 是VP的经营被打回去了 他们三核都阵亡了 而且全是标记钱 还是利用赏金打出了这个中期的这个团战效果 一波2500 加上这边扣的 赏金这波收了好多钱 战股 战股加1500 有赏金的阵容是很可怕的 如果大家能赢的话 对 他不是一个人飞 他全都飞 他是烈士局打赢了 而且有赏金 就是打出很多钱 VP也是打得比较随意啊 没太在意这个东西 开心 玩得开心 嗯 屠夫已经杀了14个人了 我很开心 对 这场比赛 我很有可能 创一个什么职业比赛 击杀记录是吧 杀个三四十个的 输了也无所谓 屠夫上一个力量上线 对 变狗是做了个引刀 加30点额外力量 屠夫就是 没有做什么力量装备 就已经是 两支六的事了 嗯 叶眼一波扫描 没扫到人 赏金来到下路 想杀屠夫 有点难 有点难 小小再往这边包 冰龙也来 是 电狗应该是有飞 还是 好像 这边 杰雷克斯插了个眼 看到所有人的位置 对 标记给独狗 屠夫 直接顺势咬住 小小切后排 VT2连秒独狗 没秒掉 独狗很弱 独狗有挑战的 冰龙一个大 大死独狗 小小走不掉了 是 美术杀先不着急开大 框大框住冰龙 冰龙也要死 一个都差一点点 这边海明还在追 马上沉默结束 有粉吗 一个冰片 没封号 没封号 技能cd了 美术杀大招没交 这样的话又是帮电狗 争取发育空间 这个帕克 还在浪 还在秀 这个地是旧人啊 但是帕克他跳回来了 不过还在秀 而且杀掉了这边的一个 萨尔 这边GX 继续走掉 这边OG也是面对VP 毫不毫不畏惧 还追 这帕克万一有一个走位师 我刚刚说完啊 能跳走吗 跳不走就完了 没跳走 还好沉默了 哎呦 还是死了 这个屠夫攻击力很高的 是的 白字攻击力150 A帕克一下好疼 加了技能吸血 技能吸血 对 他说我在加那75点攻击力 感觉可以当一个物理核心的 是的 他这局走的还是一个法系路线 是 那这20级的话 可能会学这个加金钱吗 你们 有可能 有可能会加钱 加钱之后 他可以出一些装备 25级的天赋 屠夫这个英雄 看他打到25级是真的少 其实都可以 左右都还挺强的 他可以出一战 我觉得这一 肯定是很少看到屠夫这个英雄能打到 这么肥 对 25级还这么肥 为所欲为 也还可以 这边 Norma又杀人了 这个冰龙被他看到就是 勾到就死 咬到也死 美兔莎做出了蝴蝶 这边小小 也在杀人 杀了海绵 小小单刀 火柱沙经济全场第一 天灰信使 天灰信使被偷了 第二次偷机了 对 我要拿走自己的东西 傲束缚 屠夫空了 又很舒服了 钩子非常快 但是路是隐身的 对 他这电狗出个引刀 估计也是为了防 哎 这边上路 一套技能给毒狗 毒狗这波应该是要死 现在OG也是在中期 发挥了自己这个 机动性强的特点 是各种杀人 各个击破 屠夫要补双飞鞋 跟电狗来带线了 然后现在的话 OG经济是反超领先2000加 对 电狗的话 下一件补飞鞋 现在是引刀大面锤 刷起来 现在一切就在等电狗的装备 小小做了那么多 是吧 也是为了电狗能够 发育空间更好一点 哎 这个海民 踢到脸上 背一套技能 雪球 美杜莎 在杀谁 想石化赏金 哦石化到了 带走 里友还没死 是的 没死 被补了一套 阿塞尔也被点死 S4双杀 这边 美杜莎双杀 也双杀 我 带克还是不太好被控制 他已经是可以无伤带线了 就是腐烂基本可以无限开 是 所以出了双飞鞋 跟毒狗带线 小小跳刀双刀还是在这详细 出装的话还是 常规出装 但是他中期打架比较多 没怎么刷钱 补刀就一百个 所以他的这个经济 其实比较一般 主要还是考虑 solution 对 电狗是非常pass 连飞鞋都没有先做 先做了个引刀 对 电狗其实跟听克差不多 被找到真身也挺容易死的 是 但他比听克好在于 他后期可以不用真身出门 对 他可以只放幻象出去 这样就 避免双控双死 对 这样的话 他装备要好才行 装备不好的幻象 也没什么威胁 他那幻象打死就没用了 屠夫飞鞋 双倍的小小 要开悟吗 这一波是 哦 开悟了 开悟 打一波 电狗装备也不错 这个时候 也可以跟团了 再补紫苑 也许是也 哎 666 这个杀不死啊 蝴蝶没毒杀 确定动手吗 没气 确定动手 给了一手沉默 没毒杀 没死推出来 找圣坛 吃起来 放大反打 这边 弗莱士杀死了一个萨尔 独步往前追人 对 一个勾 勾回来冰龙 不想 咬是已经用过了 应该是能烧死 烧死了 这边小小伤害非常高 在切独狗 独狗被杀 利友这边跑路 美毒杀正面和屠夫也不想打了 就这样吧 一个勾 哦呦 刚刚有幻象 这一波OG打了一个一换三 还是很赚的 一个酱油 换了对面三个英雄 而且是有闪金 有闪金 对 二十级的小小 马上 到二十级小小学这个投资 需要目标的想法 推了一下躲开山崩 反手够吗 没够 这个小小二十级天赋 你认为会加哪 正常是加右边 对 他是走输出路线嘛 左边那个天赋 其实比较偏娱乐的 是 之前我看 他可以把队友都得进泉水 我看三号位小小是有加左边的 走大哥路线的话还是加右边 对 因为他抓术是个神迹啊 这个抓术等于跟以前的A仗差不多了 自带A仗 这样的话打到后面感觉 VP这个三号位足够 好像隐身了 隐身了 对 他想出A仗 这样他大招可以充能 但是效果 一般 不质变 对 不质变 他顶多能限制小小的一个输出环境 对 但是真正的这个 致死的伤害是没了 还是得靠命毒杀 这边下入屠夫被动了 屠夫还是被 激活了 屠夫想掩护队友打盾 自己被杀 这个盾还是磨掉了 没了他碰盾 那这边要打这波 No tail 霸哥过来 冰龙大招交从了 这波美杜莎放大招 掩护一下 正面是只剩了一个假电狗 这边萨尔还是死了 被电狗的分身点死了 这边立刻 这个时候感觉 OG的机动性起来了 他机动性很强 VP打不死人 又被打死一个海民 这边美杜莎是有输出 但是打不死人 只有一个人了 而且这波屠夫不在 少了个中流砥柱 我这边 赌狗被标记了 下到这边 想追 跳过来点一下 反手关帕克 小小还在往前跟 抓了棵树 没什么拦 算了 他其实可以强行 把这个 他换赌狗可能自己走不掉 想了一下没上 没必要 这美杜莎是空有一身 武艺施展不出来 没有树树环境 对 没有队友帮他控人 现在电狗的装备也起来了 有杀个换线了 引刀大殿子愿 战斗力不弱 而且最主要的是 现在OG不知不觉 经济已经领先一万了 是的 这我们可能都没有注意 中期 中期VP的这个盲目进攻 被OG的赏金体系 打成了一个武肥 如果其实说 把这个毒度换成其他人的话 就可能不掉了 现在VP是美杜莎毒匪 OG是五个人都匪 对 这打到后面 VP也挺难受的 有杀尼那几句队友 总是很容易就匪起来了 对 杀尼也是做了一身的 这个幅度道具 而且美杜莎这一局 OG并不是处理不了的 这个电狗的装备 集火能力还是蛮强的 这边中路VP是爆了波团 屠夫要出BKB 这波应该是美杜莎有盾 想打一波进攻了 感觉再往后拖 不好打了 对 带线就很烦 你看S爆在带线 下子里的带线 这线已经逼到高地了 好像只能回去 而且一旦开始带线的话 这个电狗就站出来了 是 这个时候电狗飞鞋一出 这个兵线VP就很难处理 是 而且一到带线的时候 这个OG就很舒服了 这就是他们擅长 这是他们擅长做的事情 转劣势为优势 是的 再转优势为盛势 这个运营 这个打了好的队伍 一般这个比赛看起来都是 比较好看 好看吗 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 因为这个比赛 虽然说你看上去 时间会比较长 但是你能看到他们 对于这个局势的把扣能力 像之前就是Secret 打立刻有一局 Secret是他用了一个 遥控战术取胜的 他们是德鲁一家电狗 这边勾得很准 直接框大 能跳 没跳走 飞风 但是落地被沉没 破了林肯 我走了 他是有个林肯 对这波他应该是 不知道帕克有林肯 所以是让图夫咬破了林肯 然后图狗那个大招 给的是完给的 这边Jeric是 差一点 可以走 之前Secret是用过一局 德鲁伊电狗的体系 就是英雄不用出高地 只靠小熊和电狗的分身 就赢了比赛 是 所以这是一个战术之胜 小熊的那个分身 小熊那个小熊 直接那个偷 这个这种比赛 就让你感觉 有一种智商碾压的感觉 后来这个Secret战队在打 在打哪一支战队的时候 这边也是选择了这一条 他选择了一个东南船上 是由那个小熊 直接抱着 直接这个 这边中路是找了一个假电狗 这屠夫已经快死了 是的 电狗的分裂体 点死了屠夫 一换一 但是只换了一个酱油 对 上路帕克 带到高地 现在OG已经是开始掌控局势了 前期被你勾得这么惨 也该我来 反击一下了 运营打得好和这个带线是两码势 其实 运营不光是指带线 还是指带线之后 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对 开悟空盾也好 还是找节奏 带线的目的是来把人打散 对 然后把人打散之后呢 你如何利用你做的视野 去把打散的人抓住 行程多打少 是 这是带线的一个最终目的 或者就是你带线能够完成上高 这样也可以 还有说如何利用拉扯 去把这个自己的局面 慢慢慢慢一点点磨回来 对 有的时候你阵容的强势机 可能比较靠后 你可以通过带线 把这个局势拖到靠后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OG 再往后拖 虽然说美杜莎后期很强 但是我们后期呢 五个人如果都有装备的话 其实更厉害 是 所以不坏你一个美杜莎 是双核 你这边一个屠夫 就算装备再好也是 这个英雄的模板定位 就达不成这个 而且这个屠夫的装备 其实也没特别好 他虽然人杀的很多 但是经济比较一般 这个装备的质量 并不是很高 不如小小 甚至不如帕克 有点偏秀这个装备 对 哇 Ramzis666 这个装备出的 还真的是霸气 34分半 一看局势比较胶着 我直接掏一把圣剑出来 你怕不怕 不管你带不带线 我就打一波 我就打一波 但是别被抓了 你不是喜欢带线吗 你别输团 你输团一波基地就没了 这个美杜莎真的霸气啊 也不带盾 就是赶出圣剑 哎呦 这个骚扰好烦啊 圣剑美杜莎 点人 海明跟上 小小这个位置 冰箱救了一手 但是感觉还是很危险 放大招 这边点了一手微光 小小的面前 没了实话 对 但是仨给递回来了 递回来了 这应该还是要死 直接杀掉了 电狗过来放了个分裂体 这边是咬住冰龙 推了一下 没勾到 我又点一下冰龙 简直翻过 S4一直在点上路的冰营 S4终于没来 想一波打死这个OG有点难 因为OG这边总是有人在外面带线 对 现在电狗的本体已经不怎么参团了 主要靠分裂体 我觉得他这个装备单一个圣剑还是不够了 对 留不住人 是的 他需要冰眼 在座 按道理来说的话 他应该是先冰眼 先冰眼后圣剑 但是他觉得局势紧张 不买圣剑团打不过了 那就先圣剑吧 对 他不买圣剑可能小小死不了 而且圣剑毕竟打钱快嘛 先出圣剑 冰眼很快就做出来了 你先出冰眼的话 圣剑可能要打好长时间 可能DOTA里最契合圣剑这个倒计的故事 对 还有飞机 飞机美毒杀 飞机的高射火炮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飞机是和美毒杀的生存能力来讲的话 比较容易被抓 对 飞机虽然说也战装 但是没有美毒杀这么稳 还有一个英雄就是火猫 火猫 火猫的魂是非常有利于逃生的 对 所以它火猫的输出基本上它是个无敌输出 只要你打的比较谨慎的话 对 它虽然说本身很脆 但你看不到我 所以它也可以出生剑 好多人都是用火猫来尝试 嗯 诶 这边中路发现了一个假电子 假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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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都能半天发现这个假的 屠夫还开了BK比 哇这个 毒狗真的就是一直在打这个 是的 但是现在对于VP来说冰线始终是个大问题啊 这冰线得一直分人来处理 屠夫上有宝石啊 接着应该发现了吧 肯定是看到了 他这个走位也是很小心 在保持距离 诶诶诶 保持距离 差一点 屠夫 踢上路上坛想留人 这边赏金给了信息 OG人全撤了 扫描 扫到了这边的屠夫 电狗马上飞下 电狗这边血脊 在做 否决吧 是 就是一个物理末日 是 这个是非常适合 这个血脊一块给 对 非常适合电狗 用不了物品 也用不了技能 BKB都开不开 而且他这个物理末日 要比末日的大 我感觉强 对 他有伤害加深的效果 诶 这边宝石瀑布 欲赏金 这赏金还挺肉的 你结果 推走了 对 但是还是要死 这边 萨尔的留人能力 实在是太强了 对 超远距离的留人 出现在他屏幕里 都能留得住 现在VP也不能太着急 他要等美独沙 把冰眼先做出来 稍微还要等一下 美独沙的装备 成型啊 冰眼是已经有了 那美独沙基本成型了 再换就是飞鞋和音乐之精了 或者是做个沙弹 那也就是说 美独沙现在装备成型 那么VP 处理好线的时候 是可以进攻的 就不用处理线来 就这一波了 对 美独沙这个时候呢 他装备刚更新 是最厉害的时候 是 他再往后拖呢 反而就没那么厉害了 这个时候 圣剑冰眼一波 最厉害 但是 这个帕克啊 在上路一直顶线 一直顶线 非常烦 你又杀不死他 是 他是一只带线 盾的话是刷了 第二代肉杉有盾有奶 这VP后期 不出一两把 羊刀是肯定不行的 那羊刀谁来出呢 应该是这个 羊刀这一局 只能屠夫来出 要么就是美独沙 美独沙不能出羊刀 他出羊刀 出出不够了 只能屠夫来 但屠夫这一局 已经很难起经济了 是 他能把这A仗 做出来就不错了 加了加经济的天赋 加了加钱 那还好 电狗 现在这 圣剑冰是真身的 这真身 这是给机会了吗 他怎么真身下来了 是啊 哎呦 这一波 感觉要逼个买了吧 这肯定要逼买啊 双倍 圣剑冰 攻击力多少 800多 是 美独沙可以考虑 分身换大炮了 分身斧就是临时拉一下 或者说把鞋换了也可以 他装备 感觉美独沙不在 OG要赶他 这波 Nothel 居然敢打 是 还好毒狗被 控住了 不然这个大招 是可以净化这个加速的 赏金被留 赏金没了 怎么感觉 OG 有点迷啊 放下 这波电狗被抓很伤 还有50秒 直接上高 不管了 这个兵营拆的速度 三秒钟点掉一个塔 五秒钟点兵营 给了个磁场 小小想往回 机欧 但不知道为什么 没能用出来 电狗买活 这波不好说 直接逼高地 屠夫开启BKB 把小小咬住 直接带走 给冰箱 但救不到 被石化 可以买 小小买活 赏金买活 美杜莎撤一下 没蓝了 关一下美杜莎 这波VP 可以走 很赚了 逼了三个买活 对 而且其中两个是大哥 是的 S4这带线带了半天 没带掉什么东西啊 他毕竟是个帕克 而且是法 什么东西啊 法系出装 啥也没带掉 打正面又不在 他的出装其实攻击力 已经很高了 182点 点塔还是差了点 还是就是比较害怕 别人会回来抓他 然后提前带一下 是的 提前送一下 哎呦 这单杀了要 青眼宝珠 还好 屠夫过来赶紧咬住 这屠夫装备 并不是很豪华 但感觉的输出 就是很高 嗯 他白子攻击 还是挺高的 是 24点 马上A帐了 有加钱 这个屠夫经济 还是能跟上 再做A帐 A帐的话 就是提升钩子 毒狗也A帐 这样的话 其实美兜莎的 这个左膀右臂 还是可以的 是的 小弟已经就位了 对 美兜莎自己 5000块了快 等下 跟美兜莎做个什么呢 做个大炮吧 爆发吧 对 应该是要出大炮的 就是不管你什么装备 我就是一下A死你 对 他有圣剑 跟大炮是比较配合的 比较气质 这一波可以先控队 如果大炮这个东西 就怕刃甲 最好 OG这边 如果有人能发现的话 做个刃甲是最好的 美兜莎还好 美兜莎带圣剑 不是很怕刃甲 火枪子这种英雄 就要怕刃甲 呃 一技翻盘 VP VP 就是 就是smail的 哎 这边美兜莎 剑盾 剑盾加身 一波带 关了一下 赏金 撇尺回来 赏金先死 这个赏金是买活过的 好 买活死 一个 下落电狗在B高地 No one这边是放弃了A杖 直接做了一个龙心撑肉 对 就是给美兜莎创造书 对 打我 别打我大哥 六千血 这个血 血条啊 已经是 这个腐烂已经是一个被动技能了 是 哎 这边发现了个帕克 这波要先处理兵线啊 不着急 对 其实还好 美兜莎可以处理线 然后屠夫可以处理线 这是卖了个鞋 做了个飞鞋 做飞鞋 对 先做飞鞋 呃 留了买 还是非常 留买 对 还是非常小心的 不过他这个买没有什么意义 他买过没圣剑的 呃 没圣剑也能打 但是 不好打的 看欧姬怎么守这一波少一个人 欧姬现在我觉得正面不好打 有点打不过了甚至 是 他只能带球 美兜莎这个正面太刚了 这个时候 但现在带球比较好带的就是 电狗和帕克 电狗和帕克 电狗这个装备 虽然说输出还可以 但是正面能力不行 他这个装备本体是不敢上的 是 他只能靠分裂体输出 正常如果打正面的话 出蝴蝶和金箍棒 嗯 这一波是 VP开了波步 来了 电独狗也来了 中路这一波 要带你走 开分身符 先把远程兵营点掉 卡克这边过来去骚一下 没什么办法 这样一路是没了 下路的话有二塔 上路也有二塔 这样的话不能一波再走 没关系 VP率先破掉对方一路高地 诶 这勾了个独狗回来 夜眼下方圣坛正受到攻击 这个还有独狗的关 对圣坛快速拆掉 不拆了 不拆了吗 不拆了 不拆了 还是非常小 幻象神 独狗否决挂势 独狗的否决挂势吗 电狗电狗 对我看了 意识模糊了 这个 从晚上收到早上 独狗电狗分不清楚 都是狗 对 现在电狗的装备缺少一件 关键的质变输出装金箍棒 对 这个电狗它没有金箍棒 这套装备不质变 打米的杀不疼 阿尔塔点掉 这一波很关键 上路的话 没杀掉但下路这波怎么守 沙尼这边杀了只鸡 就比不大了 影响不大了 尾图杀 圣剑直接上高 OG貌似毫无办法 强行拆 有没有人能走下 卡房 卡已经掉了 是 这边已经是后面 把小小给杀掉了 这几个人都杀了 小小 屠夫BKB咬住 是 这边NOTEL不能买活 冰龙买活 好 在后面牵制 但是没用啊 正面打不过 圣剑美杜莎一波拆基地 不给你机会了 还有 不给机会了 OG没有办法 带球 终归难逃 最后正面一波 最主要这是圣剑美杜莎 这拆架太快了 是的 还是为一姐证明啊 美杜莎没有给这个核心丢人 好吧 这样的话是恭喜VP VP3比0战胜OG